我現在人在機場 然後我要前往菲律賓的馬尼拉 那去參加Postar辦的那個馬尼拉公開賽 那雖然我之前去過菲律賓非常的多次 然後馬尼拉也算是去打過很多次比賽 或者是打過很多次現金桌 可是這一年我因為在當兵嘛 那Postar也從COD改到Okada 那Okada我是完全沒有去過的一個地方 所以說希望這次能夠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新的Okada到底怎麼樣 然後還有現在的生態到底變得什麼樣子 然後我希望做這一些的影片可以給 就是如果想要去菲律賓打開旅遊的朋友的話 可以一些參考 那我先從機票開始講好了 其實台北直飛馬尼拉非常的快 一個多小時不到兩個小時就到了 那傳統的航空公司像是長榮啊華航啊等等 還有像菲律賓航空 那連航的話有蘇吾航空跟AirAsia 那以前傳統航空公司 長榮跟華航的價格大概在六七千塊 然後菲律賓航空大概四五千 然後連價航空大概三千多四千 不過我看最近的機票好像變得便宜了一些 就是像傳統的長榮跟華航大概只要五千四五千塊 然後連價航空的話也要大概三四千塊 那如果價差只有這麼小的話 我是蠻不建議做連價航空的 原因是因為很多時間都很爛 要不就是很晚到的紅眼班機 要不就是一大早就要爬起來去機場了 那對於行程的安排上 如果價差沒有很大的話 我現在應該是不太會去做連價航空這樣子 OK 那我們等一下就要出發了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介紹一下看 現在的馬尼拉變成什麼樣囉 然後我們來講一下住宿的部分好了 我這次住的是一個連鎖的簡單的酒店 叫做Red Planet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小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小的酒店 可是就像這樣子有沒有 一個床 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一個保險箱 然後這個可以放下來當書桌 然後這邊可以掛一些衣服 然後吹風機在這邊 然後廁所的部分 就也非常非常的簡易 OK 那先來跟大家講一下換位的問題好了 那基本上要換菲律賓批索 最重要的就是 其實到任何國家都一樣 代美元絕對是最好的 美金在多大部分的國家的 接受度都非常的高 那我個人會使用的換批索的方式 大概有三個 第一個是 在機場換 沒錯 你們聽到這邊可能會覺得說 很多地方 很多國家的機場的匯率都在裡面大便一樣 但問題是在馬尼拉這邊很特別 它機場的匯率 像我看XE的國際匯率大概是 一塊美金對五十點六的批索左右 然後我剛剛在出境的時候看到是五十點五五 那也就是說 基本上這個 差的比例非常小於百分之一 所以說這個匯率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那今天如果你是想要換的話 那就是我覺得在機場用美金換批索 就算是蠻方便的 那另外第二個我會用的換匯方式是在 Solaire 對這邊有四家賭場 其實又一家叫做Solaire 那Solaire這邊並不是你去那邊 它的那個牌價告示的 那個美金的價格 它是有另外一個小房間 它的匯率基本上跟機場差不多 有時候比機場好有時候比機場差 所以這部分都見仁見智 那第三個我自己最常用的就是 找人換 原因是因為差不多三四年前 馬尼拉還沒有那麼多的撲克的大型比賽 也沒有那麼多的台灣人在這邊打的時候 匹索的流動力不見得這麼好 可是在這兩三年 隨著澳門撲克錦標賽的沒落 馬尼拉現在成為了一個撲克比賽的重鎮 或者是很多的現金卓也越來越蓬勃發展 所以其實在台灣的撲克圈裡面 或者是相關的圈子裡面 其實要換到批索都蠻容易的 那當然跟別人換的話就可以用到 譬如像是XE這種國際匯率最好的價格 那這三個主要是我換位的一些小技巧分享給大家 OK 那現在我來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關於馬尼拉這幾間賭場以及住宿的部分吧 那基本上馬尼拉有四間主要的賭場 分別是Resort World 然後COD 然後Solaire 跟Okada 那基本上 Okada Solaire 跟COD 都在機場的西邊 這三間賭場的距離都非常的近 那 Resort World的話 則是在機場的東邊那邊製成一區 那我們先來講Resort World好了 Resort World大部分就是APT的比賽會在那邊辦 那還有就是像是它有一些Cash Gap我以前打 我是覺得那邊相對來說可能衝水比較親民 然後環境也算是比較好也算是比較開得起來的 那從250到50100到100200都有 那Resort World那邊的話我住過三間酒店 分別是以前叫做Remington 現在叫做Holiday Inn Express 然後還有Savoy 然後還有Bowman 那其實這三間的話 我比較推薦Savoy跟Bowman 可是Savoy其實離Resort World有一點點的距離 所以如果推薦的話 我會覺得Bowman可能會是比較好的選擇吧 那 接下來 西邊的這三間賭場 也就是COD Solaire跟Okada COD本身是 以前PocoStar Life Manila的基地 那去年結束之後 今年PocoStar Life Manila 跟Okada簽了行約 所以我相信COD的撲克應該是 應該會越來越沒落 那COD本身的住宿的話 像Nobu跟Noah我都住過 那其實這種的話 如果沒有找Dutina的話 自己訂還蠻貴的 所以通常都要找人幫忙訂 那如果有人找人幫忙訂的話 大概就三千多吧 那就是一般正常的五星酒店 這樣子 就是賭場裡面的酒店 那 除了這個之外 我在這邊住過的一些平價酒店 就像是今天的這一間 紅色星球 還有另外就是 還住過像是新開的 HUBIN 那HUBIN跟紅色星球 其實裡面的擺設規格都差不多 那HUBIN更新更便宜 那除此之外 還住過像極限套房 極限套房 就是也在紅色星球的鞋對面而已 然後基本上住宿的話 我是覺得 以PRO玩家很考量的角度來說的話 有一些PRO玩家會把自己的 機票跟住宿的花費 壓在自己BIN的10% 也就是說像這次我來打這個馬來拉公開賽 打一個主賽 打一個好客賽 再打一個邊賽 可能也大概接近20萬匹 所以就是10多萬台幣的買入 那如果你打的BIN大概在10多萬台幣的話 你會希望你的花費 也就是說他這些 酒店跟機票的一些開銷 壓在10% 也就是1萬多以內 那其實基本上就是看你來的目的是什麼 那當然我是覺得說 其實對我來說 我住什麼地方 我覺得都只要乾淨安全就好了 對啊 因為畢竟住 畢竟睡在什麼地方不重要嘛對不對 重要是誰跟你睡嘛 對吧 我懷疑你開車 但我沒有證據 像我這個一個人來這邊 就睡了的話 那我覺得就是 當然就是隨便住就可以了 那當然如果你是帶 譬如說女朋友啊 帶家人啊 帶朋友一起來玩的話 那當然可以選的住好一點的 畢竟目的不一樣 對 這是我們台灣最大鋪客協會 華人的執行長熊哥 對今天很開心可以跟他吃飯 對 跟他吃飯喝酒 很開心 對 OK然後昨天 吃飯喝酒 非常累 然後今天就是打算 要去打MateBand的 Day1B 那在這一次來 我發現跟以前一樣的一件事情就是 其實 我覺得來菲律賓大家要注意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其實我覺得菲律賓 蠻容易生病的 就是我不知道什麼 我覺得有時候你去賭場的籌碼 那籌碼可能還蠻髒的 你摸一摸之後 手可能碰個鼻子 碰個嘴巴 然後就很容易生病 所以我覺得來菲律賓要注意一下 他們這邊的衛生條件 然後第二點是 菲律賓的交通非常非常的爛 所以說 有些地方你看起來很近 但是它 不明其妙的修路 不明其妙的永遠的塞車 然後你就會變成 去那邊的時間 要重新抓一下 然後第三個重點 就是我覺得菲律賓 其實是一個 自然蠻差的地方 就是我覺得在 我雖然並不是說 每個亞洲的城市去過 但到一份去過的城市裡面 我覺得菲律賓是最危險的 然後 基本上 聽到什麼 被計程車司機搶 或者是被計程車司機 載到什麼 交流到旁邊 搶錢或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這種東西 都是非常非常常見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 不要以台灣的那個 治安觀念來說 就是 哪個地方安全或不安全 我覺得被 被偷啊 或者是被騙啊 在每個地方都很常見 但是被搶的話 我就覺得還蠻危險的 那也是身邊很多人都會遇到過的 那我覺得 治安的部分的話 大家要注意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就是叫車記得要用 GRAB 好不好 就是我覺得藍件車都太危險了 GRAB 至少就是 你被搶 你還知道是誰搶你嘛 那 GRAB在東南亞 很多國家都蠻適用的 應該是在 像是泰國啊 菲律賓啊 越南等等去的應該都是 還蠻好用的 那你要付現金或者是刷卡 都可以 然後另外第二件事情 就是 因為 其實 有的時候 菲律賓的P所 一張也才值 最大面額也才一千P所 也就是大概六百塊台幣耶 所以有時候 我們撲克玩家 是要帶個幾十萬P所在身上的時候 有時候 付錢 你拿出來是一整疊的話 大家就會可能 就會看上你什麼之類的 所以盡量 大家錢 要分裝 或者是把錢存在賭場 或者是錢 放在 飯店的保險箱 甚至是 換成 賭場的籌碼之類的 對 所以我覺得 這三點是大家來菲律賓要注意的事項 每次的貨物 可以ima測出 會期待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